明燕在5月 吳玉瑾宣布结婚喜讯 让粉丝们又惊又喜 而她最近也发文透露 自己准备到杜拜去度蜜月 但从来没自己做过功课的她 不知道怎么规划出国这件事 以前都是同行有人安排 她只要负责人道就好 不知道该找旅行社还是 全部自己定行程自己安排 但如果是自由行的话 点对点的移动该怎么处理 在台湾都迷路了她 也怕在国外迷失方向 便问粉丝们能不能给她建议 还特别告诉网友们 不要叫她跟团 因为配合度很低 结果好友何如云看了就留言问 你老公累给她想啊 李燕泽幽默回应 老公不擅长想这个 老公比较擅长出钱 让网友看了纷纷笑说 这优点真好好羡慕啊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